尤其是我們現在 醫護城鄉分配不均 尤其是兒科醫師 那全部 我們全台灣 還有132個鄉鎮是沒有兒科醫師的 那所有的兒科醫師可能就分 可能有的 這個在醫學中心之後 可能整個環境不是那麼好 那有的就到自己到診所開業 那像這樣子的話 部長未來這樣子的 兒科醫師的一個環境 那兒童健康的照護的困境 我們部長怎麼去解套 或者是怎麼幫這些兒科醫師 在未來 還有一個大家關心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公費疫苗的 這個診察費的這個問題 已經 我相信這個兒科醫師 他們也成請了好幾十年了 那一直都沒有一個解決的方式 那現在老人流感疫苗 跟我們的這個兒童的流感疫苗 也有診察費 那為什麼獨漏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的18劑的這個公費疫苗 是兒科醫師看診的時候沒有診察費 那像類似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的這個部長未來 在這樣子的兒童健康照護的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我們部長要怎麼去解決 是兒科醫師的這個專科醫師訓練 他的造成率目前是很好 都100% 所以遭受是不錯 可是問題就是 他從事兒科 對 留在兒科 對 留在醫院裡面的太少 對 就是比例 應當 因為現在 當然原因很多了 所以變成照顧兒 兒童的這個急重難症 這個是比較出現問題 尤其委員剛才提到的 這個偏鄉的地區 有些沒有兒科醫師 所以目前呢 最重要的是先建立一個在 各縣市至少要有一家 兒科醫師來看的這個急診 那初級這個過渡期 當然是兒科跟這個急診科醫師 看能不能混合一起來努力 那中級呢 希望每一個縣市至少有一家 這個兒科醫師來看的兒科急診 我們往這個方向來努力 是 那這樣子就是說 我們兒科這個醫護 城鄉分配不均 就是說我們部長這邊 真的要是非常重視 因為你本身也是兒科 兒科的專業兒科醫師出身的 那我相信說你應該更了解 兒科醫師的心聲 那就是說我們 針對我們的基層 還有我們的醫院兒科 給付的點值低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部長 你現在已經身為部長了 你針對這一點怎麼看 這個點值確實 這個我是覺得應該放在急重難 那這個急重難 應當要加強一點 這個部分 我再跟健保署來好好的研究 那剛剛委員特別提到了 這個公衛疫苗的這個 診察會 那這個趙偉也非常關心 也經常跟我們提到這個問題 那這個我們會跟 為我們所有的委員一起來努力 是 好 那我們也希望說能夠有 讓兒科醫師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因為大家都非常關心 也非常重視 那剛剛 本席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這個 衛福部這邊 即將解套的就是 這個健保卡的索卡的這個問題 那也有提到就是說在5月底要實施 那有確定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實施嗎 那他到底會影響到多少人 現在索卡的人是4.2萬人 那即使沒有繳保費的 平常是87萬 86萬這附近 所以大部分都經過我們的社會體系 還有我們的這個健保 他有一個這個體系是已經跟他解決 那這4.2萬裡面 裡面有一半 事實上是真的還是弱勢 那這個是我們要關心的 這個一定要馬上跟他接卡 另外有一半 差不多2萬人 那是有一點蓄意是聚腳的 這個部分 那這個如果蓄意聚腳的話 你們怎麼處理 這個蓄意聚腳 第一個當然要繼續吹腳 第二個就是要送 移送這個行政執行署來執行 是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衛福部這邊在 你是5月底實施 今天已經5月底了嗎 還沒有確定 因為這個案子還在我那邊 所以我們要討論 再確定 那如果說可以將健保卡索卡 這個能夠解套的話 其實可以加會4萬多人 那以往就是說 有的弱勢的民眾 誤以為說自己的 這個健保卡是索卡 所以他也不敢去診所 或者是醫院看病 那可能造成一些 死亡的一些病例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 新政府上來之後 當然這個是 加會我們的弱勢族群 這個我們予以肯定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欠費跟索卡 這個部分是全面要脫鉤 就是說有的蓄意要欠繳保費的話 當然就是說我們尋著一定的程序去追討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衛福部這邊 也是要照顧弱勢的群組 讓我們的弱勢群組 這個醫療是沒有分 沒有分貴賤的 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到我們台灣的 這個健保的福利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也希望說 衛福部在將來 這個部分不論是在醫療也好 或是在健保的部分 希望說都能夠這個多多用心 因為大家這個我們的衛福部 跟人民都息息相關 不論是在健保 或者是在健康方面 都跟人民都有息息相關 那我們也肯定就是說 部長剛上來 也才兩個禮拜的這個時間 那也這個完成了新政府的第一帳 的這個外交的第一帳 那我們也肯定 那也希望說未來 我們新政府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真的這條路真的是還蠻艱難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所有的行政官員 因為新政府上來 還有很多事要摸索 那我們也希望說 大家都能夠戰戰兢兢 然後為台灣的人民的健康把關 那不論是在這個醫療上面 或者是健康方面 或者是我們將來會提到的 一些食品安全方面 這個都是我們這個衛福部這邊 要大家共同來努力的 好 以上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我們現在休息 下午兩點繼續開會 好安全喔 好 ROBERT 謝謝 ju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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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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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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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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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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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